大家还记得吗 10月27号 很多人可能去台中国家歌剧院听过 La Boheme就是波西米尔的歌剧 有去过的人请举手 你看还是有人去过 那为了我们本来是要在10月27号之前演出的 所以我临时那个临机动 我要讲最多的四幕歌剧里面重要的歌要讲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到上方展结束 我们就要集中要讲这个波西米尔 那什么叫波西米尔呢 其实他就是讲艺术家的故事 是不是反正在巴黎嘛 那有四个很贫穷很清函 但是也非常有才华的艺术家 诗人努道夫画家马切罗 还有音乐家哲学家等 那第一幕一开始 哇就是在一个不是很豪华的一个 有点旧的一个小幕屋上面 他们喧闹了多久没多久 有人摳摳 什么意思 有一个人摳摳 然后他说这谁啊 那这讲话一讲出来 那个诗人就哦是个女的呢 什么意思 原来我们的迷兵就出现了 他摳摳要干嘛 在寒冷的冬天里面 他的烛火被风吹吹掉了 他要来借个火苗来演叹 好没有多久他出去了 又摳摳干嘛 哎呀对不起我刚刚哦 那钥匙掉在你们房间 要拿钥匙 好啊这个时候他要进来拿钥匙 比如说那个诗人鲁道夫 其实心里面就安置窃取 哎呀机会了 机会了 然后他们在找钥匙的时候 事实上他已经看到了哦 那个诗人鲁道夫看到了 然后把他 给我一直拔 然后他在找 头头拿起来放在这里 好 然后就在一起走 把我一起走 好 找到一半的时候 哇 他的 他的烛火已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鲁道夫就趁机 摸了那个 咪咪的手 一摸 啊 你那好冷的小手 哈哈 都是这个情节 所以这个一摸起来 他找机会要给他卸购嘛 要跟他那个 反正要搭讪嘛 或者 就开始了 你那冰冷的小手 好来 歌词听一下 哎呀你那冰冷的小手 让我为你温暖他 啊 现在在找钥匙也是往南啦 这么黑暗 我们什么都找不到啦 可是还好 今夜有月光映照 然后月亮 在我们的身边 等等 小姐 我要两个字告诉你 我是谁 我做什么的 以及如何维生好吗 算是很有guts 很有士气的 他要跟你在表达说 我是谁 他说好 我是谁 我是一位诗人啊 我做什么 当然是写作啊 如何维生 活着就好啦 如何维生 我就活着就对了 然后呢 在无前无报的贫穷生活里 任意浪质私运 以及永唱情歌 就是有如一位军王啊 可是呢 有一天呢 出现了两个小偷 偷走了我的珠宝 啊 那个 那个 你的那一双 他其实他引誉说 他的妹妹 他的一瓶一下 就好像那个小偷把他的珠宝脱掉了 那虽然我的珠宝里面 被全部脱光了 可是我并不以为意 因为被偷光的那个珠宝里面 现在已经被一个东西给充满的 那就是爱跟希望 其实这就是爱情的暗示 所以好 那我们这个等一下 报告各位 来 请讲 今天在座有很多生业家 今天要完整的唱这个 普世宁的精灵歌剧 还有总共有八首曲子 曲目是很重的 真的很重的 所以我们就安排说 有一些曲目 南高音唱的 或者是其他情境 表演由钢琴来代替 所以请各位包含 所以现在我们就请钢琴家 李温老师出场 好 在这里 对不起 然后 我 考考各位 不是用考了 你放心 我是在引导你 这中间整个旋律里面 有一个地方特别美 那叫做爱的主题 你们先听看看 等一下我们再回顾一下 那个爱的主题就是说 哎呀 你的双眼就好像那个小偷 偷走了我所有的珠宝 叫爱的主题 好 听完之后 我再问各位 大概是哪个旋律 稍微听一下 好 以热烈的掌声 沿着这个妮娜好冷的小手 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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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